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算孤王的时间 和大家看今天的视访 讲过今早早继续反弹 而升势都相当全面 行者高开了500点后稍微回升 很快在29,200点附近 已经找到支持回升 早市来说升超过600点 去过29,500点附近 而半夜收报在29,419点 升了526点 升幅接近2% 而大市本日的成交有1249亿 相当之暢旺 科技股继续带领大市向上 其中ATM 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升大约4%或以上 而港股持续做好 港交数今早上升了4% 另外新能源和汽车股都做好 保利协欣升了超过2.5% 比亚迪的长城汽车 今早上升了7% 尚易光能也升了4% 港风也升了接近1% 另外医药和生物科技股都做好 像药明和殉达也升了4% 石药更加升超过1% 内需股都继续受到资金追捕 5.5折海底low升了9% 農宽山泉升了半成 还有物科技股都做好 雖然一些手油股 经过早两天急升之后 稍微调整 但责经济包括家电 家具等等都继续热炒 好像文华 今早上升了8% 创造新高 而游戏的周边设备商 雷蛇 仍然在高位整顾的阶段 大家都可以趁机收集 雷蛇在早前预告 在去年提前达收支平衡 楼转了2019年亏损8,000多万美元 而公司也预计去年收入增长超过4成 比预期仍理想 除了旗下核心的周边设备 或者电脑系统产品硬件业务 仍然录得增长之外 旗下Wazer Go和Wazer FinTech 总支付交易规模 保持着强劲增长 而毛利率和经营开支管理 都持续有改善 而汇丰亦因应雷蛇的盈起 上调了公司的盈利收入预测 同时将目标价调高到3.5 维持着买入的评级 看看股价走势方面 雷蛇从去年10月到现在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2至2.8 水平上落 而近日在区间中位 大约2.5 附近 开始见到有支持 后舍来说 仍然有望向上厂 区间的顶部 大约2.8 水平 甚至有机会向上突破 大家入市 将指示位置放在100天线 大约2.3 附近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各位收看